立法院朝野之间依旧为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世界案争论不休 国民党团总招不关其今天很大动作的 他召集党内的立委 集结在一场前喊出诉求 批评总统赖静德如同是皇帝登基了 不过民进党也反击 认为应该要尊重宪法 同时也批评国民党 想要诉诸国际媒体的行为 根本就是在告洋状 绝不屈服 绝不屈服 坚持改革 坚持改革 集结立法院一场前喊出诉求 国民党立委们大阵仗出动 就是要抗议10月25日 宪法法庭针对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多数条文 都判决违宪 民国113年10月25号 赖清德赖皇帝正式登基 无知无耻无能的总统 你没有资格到中华民国国会 来玷污这块民主的圣堂 我们不欢迎赖清德现身 国民党团总赵傅昆奇火力全开 建制执政党司法不公 甚至喊出不需要遵守视线结果 此话一出直接引爆绿营怒火 哇这个非常的夸张非常的离谱 我们每一个立委在就职的时候 宣誓的誓言 于事已制成克尊宪法效忠国家 更传出国民党团眼里召开国际记者会 将诉求都诉诸国际 虽然傅昆奇没有正面回应 民进党团批评这根本是在告洋状 国民党今天告洋状 我真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搞错对象 自己国家的宪法自己不遵守 去跟国际的媒体能够说些什么呢 国民党团更急着修宪法诉讼法 想改变宪法法庭的组成 喊出要严审大法官人士 不过截至27号晚上8点 反对修法的联署案 已经多达59700人响应 蓝绿各出其招 要比谁才是最后赢家 记者吴旋转领和庭SNG采访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